《晴朗夜深星》 《晴朗夜深星》 Hello 大家好 Hello 又是晴朗夜深星 初問應該是第幾集 我忘記了 總之停了很長的 好幾個月來 一段時間 找到一個不錯的地方 然後我們已經不是上一次的錄音室了 是的 重新開始 都是我們三個 然後有阿媽 然後有Yvonne 還有我Mervyn Hello 好 最近熱鬧鬧的一個話題就是脫鉤 脫鉤的話 最近很多人都會看到 而且 Facebook都亂了 比較紅的一張照片就先放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 都真的蠻紅的 就是 會不會 她們說一張圖就解釋了 什麼意思 就是衛星的 嗯 來 Yvonne 說的 解釋了什麼 是脫鉤 她們說 一開始的時候 有幾個有錢人 就是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 就開了一個WeChat Group 因為中國她們是發恐怖的 所以她們互為互利 後來就入群的那些 比較窮的國家 越來越多 就是搶紅包 又不派紅包 所以那個大哥就沒什麼公氣了 現在這個小時候 她們也沒什麼錢 怎麼派啊 所以是不是 他們就有一個 大哥 是不是 她 英國啊 英國大哥 她們退群了 她應該是 退了群之後呢 後面那幾個都會跟著她的了 就剩下那些 沒有什麼派紅包的那些 彈散那些 是吧 因為她都是用衛星的方式 給大家知道 就一個 一個喘 嗯 那麼 開始說脫鉤之前 我們先看一看這個影片 3分鐘看懂英國脫鉤有何影響 英國將在今天舉行公投 決定是否繼續留在歐盟 或者是脫離歐盟 這一個公投有什麼要點 又會有什麼影響呢 百德現在審理給你看 第一 公投問題 英國應該繼續留在歐盟 或離開歐盟 第二 公投時間 投票將於輪分時間 6月23日早上7點到晚上10點指定 投票結果將在24日早上公布 第三 離開時間 如果公投結果為脫歐 英國最快將在2019年之前完全脫離 並且不必再遵守歐盟的移民規定 無論是脫歐還是留歐 兩個陣營連日來都不斷說補選民 那麼他們的理由是什麼呢 脫歐陣營認為脫離歐盟可以取回許多政策上的話語權 而過去成員國的經濟移民分薄了許多的社會福利 不斷湧入的移民也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所以脫離歐盟可以讓英國自行簽訂簽證政策 限制移民入境 在財政方面 英國不再需要向歐盟支付超過百億英鎊的會費 而且脫離歐盟也可以自訂銷售稅 平衡物價和提升產品競爭力 至於劉歐陣營則是提出了脫離歐盟之後會面對的問題 包括脫離歐盟會讓談判力減弱 此外目前所有的歐盟成員國的遊客可以自由進出歐洲 如果他日脫歐 英國人或許需要簽證才能夠到歐洲其他國家旅遊 在移民方面 英國人移民到歐洲需要申請 而且英國國內的大量技術勞工 或許就要離開了 英國也會失去每年45億英鎊的補貼 跨國企業可能會到其他的歐洲國家開展爭議 他們也認為脫歐會導致物價上升 英國貨物出口會面臨更多的關卡和費用 進而削減了競爭力 如果英國真的脫歐 對外界又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影響一 英鎊歐元級跌 如果英國脫歐 高盛預估英鎊對主要發達國家 等一籃子的貨幣將會在短期內 急跌約11% 歐元亦會受累跌4% 影響二 卡梅倫或下台 如果英國民眾選擇脫歐 支持留歐的英國首相卡梅倫勢必下台 料由脫歐陣營的執政黨 保守黨同儕取代 影響三 雙欄再鬧獨立 蘇格蘭及北愛爾蘭向來欽歐 如果英國選擇脫歐 意味著英國的立場 將於蘇格蘭及北愛爾蘭被盜而取 蘇格蘭首席大臣 好了 回來 這個Pocket Time Pocket Time是聖州的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Pocket Time 大家都可以上去看 拜個時代 其實我第一個最關注的 就是問我的朋友 如果英國脫歐盟的話 有沒有想過足球 我第一件事是想足球 對 你第一件事想 脫歐 香港哪裏贏 因為在這裏踢足球 我打算是足球 誰知道不是 看看 其實昨天 應該是整個Facebook都洗版了 是嗎? 我打算 為何最近的人 那麼留意時事 平時你們都這樣 對 即是不會想到脫歐 即是歐盟那裏 除了26億 脫歐 通常是這些東西 不是脫歐 馬來西亞都少人說 對 你想到足球那裏 後來會怎樣 我當然知道不是 因為那些Post 現在的Facebook 就不是一直Post 是 不斷集中Post 不斷集中Post 不斷炸出來 所以我看到 在這裏 當時我和幾個客人在吃飯 都是屬於不是年輕的那班 這樣 也有他們的見解 那些民親 一說英國 即是脫離歐盟 你脫離歐盟 來來去 想到第一件事 就想為何要脫離 是 所以來來去 鬼佬 基本上都 跟別人沒什麼分別的 雖然是鬼 但是因為作素 所以影響到自己的作素 好像那個 其實剛才說的 Vchat Group 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是 就是一群有錢人 去了group chat 天天在那裏派紅包 原本是軟叛 做什麼 原本是一群有錢人在那裏 內幕開麥 四個國家 原本是一群有錢人在那裏玩 那我拿去派紅包 拿紅包的人都是那群有錢人 突然間group chat 裡面的members 越來越多了 沒有錢就進來 黑衣就進來 混水摸魚就進來 一起派紅包 那紅包就卻了 拿紅包 拿紅包 那就分薄了 那些有錢人覺得 都不好玩了 就開始走 道理是這樣 很簡單 但是那個導火線 我覺得是敘利亞的男人 開始了 因為他們 為什麼現在 那些敘利亞男人 這樣很正的 歐洲要收 因為他們簽了 歐盟第一個 其中一個條約就是 有男人我們就要收 我們不可以叫社不救 有啊 有好像有一個國家 有一個國家好像是他們 堅決不收 他們寧願賠錢的 忘記了 就是 為什麼要賠錢 因為你簽了這件事 你一定要收 對 他不收 但他寧願付錢 但是 記不記得印度立場 我先講講這件事 記不記得印度立場 你覺得 一個 如果單體字面來說 一個比較先進 比較和平的國家 就收留了一些難民 這樣是很合情合理的 嗯 問題就是 男人越來越多 即是 自己國家裏面 那些收入 是不是真的這麼穩定 那些人民的 其實每個人都有工作呢 都不是 另一件事是長篇難固 我長篇已經難固了 接著呢 那些 男人呢 入到進來 你沒有屋住 進來我家 我暫時收入 你不僅 你還想住 現在我家裡 我養給你了 你沒得睡 你沒得睡 廳了 我要睡頭火 當然這個 村叉派 就之前馬來西亞 這裡就來了 一批難民 給他們住一些 比較靚的屋 我們在加蘭丹那裏 有水災的 那些人 災禮 債禮 他們就睡在一些爭棚 而且到現在 是沒有很紫睡 因為我又不可以 又不可以一面倒 就是很多 我只可以有一個說話說 就是很多是文化差異的問題 對 就是俊尼亞的國家 他們的文化差異 所以來到這裏 但是文化差異還是文化差異 你去到別人的地方住 你是不是要尊重別人 搞出很多什麼 滋擾 騷擾 非禮類性 強姦 那些就不行 那些就是死 你錯就是錯的 你不可以在國家怎樣怎樣 你在國家怎樣怎樣 你自己來到我家 那你不應該專注 分創限 那我認為 就是 聽到你剛才這樣的分享 就是 我反而認為的地方 就是會是他們的 經濟上 他尋找這個藉口 還有他可以 懂事務 在這麼巧的一個時機 這樣他就脫離了 當然 稍後接下來 現在我們做的節目的時間 會在10分鐘這樣的時間 我們下節會再講多一點 關於我們是怎樣看歐盟 當脫歐了 那當然就是 其實剛才我想問的就是 那個歐盟就是英國的足球隊 他脫離歐盟的時候 然後原來你說到的是 英國脫歐 我是想說 英國足球隊還會不會在 EUROPE CUP裡面 好 休息一下 這個我不知道 就是